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 封建礼教对于女性的束缚 和各式各样压迫人像的风俗观念 已经屡见不鲜 女性从小被灌输 手身真洁 从义而重的观念 由此也衍生出许多验证女子 处子之身的方法 有诗云 驴像水胶 碧印红 洞房花影 总朦胧 何人未定清炉里 三日烧猪 代手工 这其中便提到了几种 检查女子真洁的方式 其一是三朝闺门 随送烧猪 而另一种 便是文中的碧印红 也就是流传千百年的标识 女子真洁的灰迹 手工纱 传说手工纱的具体适用方法 便是将之点在处女的手臂上 若是女子一直保持处死之身 则这么红色便永不消失 倘若是女子与异性有交构之举 这手工纱便会神奇地消失 这手工纱究竟是何物 它又能否如小说中所言 能艳明女子的处子之身呢 今天猫叶就来和大家聊聊 这个大小猫叶就十分感兴趣的问题 大家好 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 在这里 猫眼收起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 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在各式各样的武侠小说 以及古装电视剧中 手工纱的出镜频率都很高 如金庸所著 《倚天屠龙记》中的 峨眉派弟子周芷若 或者《试下课行》中 石破天的养母梅芳姑 以及《神雕侠侣》中的 李莫愁和小龙女等女子 她们的左臂上 都有着标明厨子身份的手工纱 《倚天屠龙记》第四十回中 贝锦仪口述阁眉派门规时就说道 若是想要学习门派里最高深的功夫 则必须是首身如玉的厨女才能取得 女弟子在拜师之时 她的师父需要在其手臂上垫下手工纱 每年等到师祖诞辰 都需要检查手工纱 《神雕侠侣》中 描写李莫愁和小龙女的厨子之身时 也对手工纱的具体功能 做了简要的描述 第七回中 李莫愁见到小龙女 便轻轻抓住小龙女的手臂 右手掀起小龙女的衣袖 所见到的不仅是小龙女几百的肌肤 还有那颗阴红色的手工纱 而等到小龙女被引至平 趁机电舞后 小龙女再次将自己的衣袖掀起 如同血雾般的手臂 还是如此惊艳 只是原来点在手臂上的手工纱 却早已不见了踪影 金庸先生对这种处女印记的多次描写 也印证了 这并非随意捏造之物 而是故意有之 手工纱最早出现在何时 亦不可靠 而文献中对于手工纱的记载 则最早出现在西汉 西汉淮南王刘安所传 淮南万壁树中 对于手工纱就有了简要的技术 虽然此书失传 但是靠着后世 对于淮南万壁树的引用 仍可窥知手工纱内容 太平预览 引用淮南万壁树中的内容叙述道 取手工虫 四亿丹 阴钱 徒女人参 难合则灭 就是说抓一只手工 把它放到罐子里喂呀 喂食的时候 给它吃炼丹用的猪纱 阴干百日之后 捣碎 图于女性身上 男女交购时便会消失 其后西汉张华所著 薄雾质中 手工纱又又出现 蜥蜴豁名利亭 以气养之 以猪纱 体进赤 所施满七锦 至倒万处 精心挑选手工 器面中养之七锦 研磨倒杂万处 可见其公益要求 手工纱又来已久 那么 手工纱的作用 又是否正如文献中所言 能验证女子是否守身如玉呢 李世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 以其常载无弊 顾名手工 一名 碧工 手工说白了 就是壁虎的一种优雅的说法 而手工纱 就是一种以碧虎和诛纱 为成分的物质 从名称上看 手工这个名字 即使说壁虎 守护着皇宫的三宫六院 而其中 手工以此中 所蕴含的 能守其心的意义 又对应了古代女子 保持本心 坚守真操 名称上 手工作为 厨子之身的象征 是十分贴切的 从成分上讲 这手工纱中的朱纱 是古代方式们 炼制外旦的常用材料 鲍瓢子中约 而单纱烧制成水银 即便又还成单纱 这朱纱又称作单纱 其主要成分 就是拱的硫化物 到了现在 这种晶体 更多被应用于 激光技术中 朱纱的成分 硫化拱听起来 让人望而却步 但朱纱 确实是一种中药材 有着镇静催眠 解毒防腐的作用 不过朱纱的使用 若是不得法 大量或者长期使用 反而会引起拱中毒 伴随于恶心 呕吐 腹泻等诸多症状 也就是说 手工纱中的主要成分 朱纱确实可以外用 古代风水学上讲 朱纱由日月精华的 矿脉中收集 吸收天地之正气 带有极强扬起的磁场 有震邪开韵之效果 那么 古代女子将少量朱纱 托沫于神 确实有一定的益处 唐代的社会风气 较为开放 大量的上苍人士 以及药学家 对于手工纱 是嗤之以鼻的 社会上 手工纱的风气 也并未盛行 反倒是道的宋代 成诸理学 家中的妇女的 贞结观念 各种贞结排放 层出不穷 手工纱又开始 宣扬起来 而到如今 手工纱 当初糟谱文化的代表作 将女子贞结 与这一小小的 红质绑定 无疑是古代男权社会 强加于女性身上的枷锁 而手工纱 验出子之身的说法 更是被从古到今 彻底否定 或许 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 这小小的手工纱 才会被学者们反复琢磨 就连金庸先生 在新版的倚天屠龙记中 也被手工纱 做出解释 书中所写 都是在描述古代生活 当时的古人 对于手工纱 深信不疑 所以 讲述此事 对于手工纱的真假性 还是要由 现代的医学知识 来判断 由此可见 手工纱 有驱风活络 涵养心神之功效 也作为一种心理暗示 时时刻刻提醒 古代女性 莫作越界之局 但唯独没有验证 出子之身的效果 虽然手工纱 是一道伪命题 但也有人尝试 用现代科学 来证明其用处 现代医学认为 手工纱成分中 壁虎其水溶液 对人体肝癌细胞的呼吸 有抑制作用 而单纱的药性 是安神 定睛 明目 解毒 所以综合来看 两种药物 应该与女子的争吵 没什么关系 他们认为 手工纱 是一种心理暗示疗法 美国俄克拉 赫马州立大学的教授 一位发现 即是交配后 死亡的变色龙 他通过 对这种变色龙的 激素变化 研究表明 原来 在这种变色龙体内 还有非常高的 雌雄性激素 在这种激素的刺激下 他们疯狂交配 释放能量 当性激素 全部释放完后 他们也就因此虚脱而亡 由此 卡教授联想到 中国古代 用这种雌性变色龙 做手工纱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 雌性变色龙 高含量的雌性激素 一旦遇到雄性激素时 会互相抵消或中和 从而导致 手工纱变淡 最后消失 只是目前为止 看起来最一本正经的科普了 但看来 也是没有科学依据 科学发展至今 如果再用手工纱 去证实一个女子 是否手贞结 一定会被口水淹没 本身 手贞结三个字 就足以引起民愤 再加上 女子是否为处女 不但手工纱 说了不算 就连那个膜 也未必算 你知道为什么吗 首先 那个膜并不是一层膜 而是围绕女性下体的一圈 带状组织 说的通俗一点 类似女性扎头发的橡皮圈 膜中央有一个直径 1至1.5厘米的 形状各异的口 有的人天生口大 有的人口小 有的网状 有的半月状 但最常见的还是环状 膜的正翻两面都成淡粉色 表面湿润 不过有的姑娘天生就没有膜 通常非成熟膜较小且厚 随着年龄的增大 膜开始变大变薄 成人的膜厚约1至2毫米 很多男生把床单有没有落红 当做检验处女的唯一标准 让猫也来说 这些人就是古装剧看多了 初夜是否有血 与膜的强韧度有关 大部分女性第一次不会落红 只有少于一半的女性 第一次是落红 膜上仅有极少量毛气血管 在气聚通过时 流血并不常见 古代女性初夜年龄比较小 膜比较厚 弹性差 所以容易受到损伤 现代女性初夜年龄相对较晚 膜已经变得比较薄 弹性好 所以不一定会破损流血 如果小心一些 膜甚至不会损伤 只是原来的小孔变大了一些而已 如果发生了出血现象 甚至如用大姨妈死的 猫也只能说 身为一个男同志 你技术不太行 还有点着急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还想了解哪些奇闻异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 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